3-1 国安在主场击败苏宁 拿到3分后 守住榜首的位置 有了4分的优势 本场比赛 国安的进攻展现出实力 但是苏宁在2万元出战的情况下也很顽强 不过 伯阿基耶的进球被吹成了一个转折点 这也直接影响了苏宁的士气 而国安的第三个进球 还有裁判的帮忙 这场比赛 苏宁特谢拉受伤 怕莱塔停赛 苏宁只有2万元出战 而国安的中前场阵容齐整 索利亚诺替换巴坎布首发 国安在上半场取得领先 奥布斯托助攻张希哲破门 到了下半场 雷腾龙破门后 国安2比0领先 此时 苏宁踢得很顽强 他们也努力缩小比分 第六十五分钟 汪松传中 进区内伯阿基耶在和雷腾龙的争抢中投球破门 但是韩国主裁判金宇成却判罚进球无效 从慢动作看 这个球伯阿基耶并没有明显的犯规动作 进区内他和雷腾龙的争抢也不过分 但是裁判却判罚进球无效 此时 视频助理裁判也没有任何的提示 有人指出 在苏宁前一次进攻时 伯阿基耶进区内有手球的嫌疑 但这时候苏宁的进攻已经进行了多次传递 如果吹那次手球 真就有些无厘头了 这个球对苏宁的影响很大 毕竟他们如果这时候追到一比二的话 会有更大的追平希望 在埃德尔造成章语乌龙球后 裁判的一次阻挡又间接帮了国安一次 当时国安中场传球险些失误 结果被裁判挡了一下后 国安就地打出进攻 而比埃拉锁定胜局 这个球苏宁有自己的防线失误 但裁判的跑位也有问题 之后的比赛 田一农对奥古斯托犯规 裁判给了黄牌 这引起奥古斯托的强烈不满 双方的多次争抢也都很激烈 场面一度失控 韩国裁判的控制力 难让人恭维 本载季多场焦点对决 族协安排外籍裁判执法 近期韩国裁判被更多使用 但争议不断 有些裁判甚至在韩国 都引起诸多争议 到了中超 也没展现出更高的水平 族协的选择 引起外界质疑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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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